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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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就是4000万 到了第二部港九 徐征把自己拥有的47.5%的票房净收入 卖给了香港上市公司21控股 到手1.5亿 21控股更名为欢喜传媒号 六部新票中有三部酱油宁号或徐征完成 目前欢喜传媒股价是2.2元左右 公司市值56亿港元 徐徐宁号各拥有近11亿港元市值 还不算各种代言 天了撸 昨天还是冲光灿烂猪八戒 今天已经是妖缠万关大土豪了 永远不要小看某某某 哪怕他是一只猪 周星驰 江湖传言 星爷爱天以至于众叛亲历 但事实证明 当你只迷恋钱的时候 全世界都得为你让道 虽然喜优肖默跟华谊的撕垮 让星爷损失8000万 但美人鱼一出 不但补了窟窿还转发 这部片最终卖了33.92亿 按照票房分成 可能到手2.13亿 2009年 周星驰任股东的比高集团 在港股上市 周星驰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 持股50%以上 拥有市值超过2.6亿港元 另外齐木林宝儿还透露 当年周星驰用3.2亿港元 买下一块地皮 吓傻其妈 后来那块地皮建成四栋别墅 两栋天价买出 其中一栋价格就高达3.8亿港元 因为炒房的成功 两年前就有人给他算了15亿山价 看到这儿 幽姐突然嚼着 星年那星年欠你的电影票 还入得了你的眼吗 张艺谋 从唐房国师到七个葫芦娃的爹地 老毛子乘着飞船 往神坛下头出零 但现实是 不管哥还是不是传说 哥的财富都深不可测 2013年5月 和张伟平分手后 张艺谋签约某影业 有爆料中 该影业给张艺谋开的条件是 三年两亿元签约费 2014年10月 张艺谋出资208.33万元 认购了价值8201.95万元的影业股份 相对本金来说 等于是白拿 此外 张艺谋还是官艺项艺术发展公司董事 北京艺项创意文化艺术中心股东 是北京当鸿齐天国际文化公司联合创始人 股东 艺术总监 以及新闻常常出现的豪宅名车 掐脚一算至少十亿起跳 更何况还要接下来可能成为爆款的长城 所以当年老毛子因超声被罚748万 一度让吃瓜群众都操碎了心 想必张岛本人也是微微一笑 根本不鸟吧 搞完今天这个大新闻解决令以后 不分小鲜肉了 只粉牛叉大老眼 毕竟比起才华和金钱 脸算什么东西 接下来是娱乐圈 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拼咬拆穿的放点萌料 在这个去哪哪人多 走哪哪堵车的中秋节 守在家里跟幽姐一起看 中国新歌声那便是极好的选择 这样一逼一增 各位导师已结束了组内选拔 而今天晚上 身间对卖忙的跨组之战 即将拉开序幕 老规矩上局套 本期将一决雌雄的是 汪峰组和周杰伦组 在开场秀 双方为表示友好 两组导师与学员在合唱时 都选择了对方导师的作品 可意想不到的是 周董这个小壁池 本次却化身心机不安 在演唱即将结束时 竟加了一句自己歌的歌词 如此不按套路的出牌 武艺加重了两组之间 对决的火药味 而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双方学员出场对决 竟然是随机制 所以你根本猜不到 你的对手是谁 但这也难不倒我们的风格 五名学员 竟然猜对了四个学员的上场顺序 我的乖乖 我说你这招是个德州普克理练的吧 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锁定今晚在我 又酷土豆联合独播的 中国新歌声吧 有人模仿我的脸 还有人模仿我的团 如今火遍宇宙的 天fwise狂澜 妈妈粉无数 都说树打招方 近日网上突然传出 陕西内嘎的 竟然横空出示了一只 山寨版的天fwise 这画面 这人数 这年龄 这配置 除了脸 简直就是赵超啊 据了解 该组合名叫 CYS 全称是 China is Superstar 正式成立于今年7月 虽然他们大大小小的活动 参加不少 但属于自己真正的代表作 却是为零 让世界草门松口气的是 CYS成员的整体研制 与TFwise 简直是相差八条街 追凭桑煞 还是绰绰有余 但是人家桑煞 好歹也是上过男人装嘛 对此作为一个过来人的悠解 要奉劝以上三位 小小年纪 还是要好好学习 先从成绩上 追上三小只 再出来混吧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不知道各位 今年对于这个假期 是怎么计划的 我记得前两年 好像因为这个中秋国庆 离得比较近 所以有很多拼价攻略 那今年因为离得很远 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这种拼价大神产生 那当然如果大家 是这个好好的过中秋 好好的过国庆 去做一些小短途的旅行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啦 那特别要提示一下各位 我们优酷土豆联合 读播的中国新歌声 也是进入到了 导师混战的阶段 可以说越来越激烈了 一定会有惊喜带给大家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别忘了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就可以每天了解到 最新的娱乐自信了 我是汪聪 下一期我们的全娱乐 早八点八点见 这夜晚的三里灯光明媚 不长不宽的街道之中 人生顶分 优酷 世界都在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